女儿快三十岁了还没结婚 这可能是你家的风水布局有问题了 以下几条风水禁忌会阻挡儿女桃花 特别是最后一条你可千万要注意了 这第一就是卧床背后无依无靠 这样的风水会影响女儿桃花 在生活当中没有安全感 没办法提起勇气去寻找真爱 第二呢女儿的卧室呢由厨房或者厕所改建而来 虽然已经改建 但里面这晦气啊仍然没有消除 甚至还会导致精神状况出现问题 这样更难接触到她的正缘 就算有啊也会因为磁场问题挤走正缘 这第三就是卧室阴暗潮湿 光线无法照进房间 这样会对女儿的健康产生影响 也会让她的性格孤僻 更没办法遇到良远 最后第四点也是最重要的 卧室不要摆设斜镜 房间摆设斜的镜子会让她思想偏斜 有独身的强烈思想 这样桃花呢也不会来到女儿身边 以上四点咱们赶紧对照一下 看看你家有没有中招 一命二运三风水 儿女的姻缘啊都是天定的 如果你的孩子还没有遇到她的正缘 可以看看是不是家里边风水有问题了 思讯老师告诉我你的生辰八字 让你孩子早日遇到她的正缘